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大老板投资纪录本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家产货公司啦 我算到它的股市率可以来到12.13%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研究一下 它究竟能不能投资 OK,今天要关注的产货就是CLMT啦 看过我之前产货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本身是不大喜欢二线商场的 所以至于为什么今天会聊到CLMT呢 OK,我们接下去看 第一点,它开始收购一线商场 第二点,它开始收购工业资产 大家都知道吧 我本身最喜欢的就是这两种资产 而CLMT啦,真的是踩中我的心怀 目前在往这个方向走了啦 再来第三点啦 它的价格跌到比疫情还要低 OK,我们看了许是很多惨拓 比较小型的可能讲KidRid,Hetta啦 它们都在一个上升趋势了的 但CLMT在做了这么多的转变之下 再加上它的体量其实也不小哦 它的股价还变到更低 所以这方面就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家公司了啦 OK,首先我们先聊一下 现在第一个优势啦 那就是收购一线商场 而它收购的就是槟城的 Queen's Bay Mall OK,它花费了10亿码币去收购啦 大家要知道CLMT本身的资产只有39亿 所以它花10个亿收购就代表 它整体的资产组合提升了25% 而就是因为这个资产的加入 而它的收购价我认为也是挺合理的 因为以目前的收购价来计算 它会有7.3%的净资产收益率 也就是讲股东是可以获得7%以上的股息率的 第三点,它增加了28.2%的可出租面积啦 OK,所以这个Mall真的会很改变到CLMT整体的结构 因为它的体量真的是非常的大 而目前这个Queen's Bay Mall 它有95%的出租率 而看了很多残透的朋友都会知道 以一个商场来讲 有95%以上的出租率 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商场好的 OK,所以大家没有发现到 其实CLMT它算是一个 槟城shopping mall的龙头了 OK,为什么这样子讲 它最新收购的Queen's Bay Mall价值10个亿 它是在这个位置的 比较南部的地方 而它原本有的Gerny Plaza价值16.6亿 是在比较北部的这个地方 所以一南一北的情况下呢 它基本上占据了整个槟城购物商场的龙头位置 而这两个资产 就已经占据了CRMT整体资产组合的54% 所以这方面已经让CRMT晋升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了 而我上网查 Queen's Bay Mall跟Gerny Plaza分别是槟城最大跟第二大的购物商场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准不准 如果这个数据真的准确的话 我认为CRMT真的在槟城这个area 已经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它在KL Slangwood Area 是被那种Mid Valley Sunway Pyramid 干到已经是不行了 所以它能保住这个位置 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OK 再来 第二个好处就是它收购了工业资产 它花8000万收购 World Door Logistics Hub 我们都知道 CRMT在过去全部资产都是Shopping Mall了 所以这算是它的第一强 收购了第一个资产 然后也没有很贵 因为只有8000万 所以只占据到整体资产组合的2% 而在未来的3到5年呢 管理层就有讲 它希望把工业资产的那个比例 提升到28%以上 OK 如果收购了Quinsway Mall 整体的CRMT 它的总资产会来到51 也就是讲 如果你要工业资产占比20% 50亿的20%就是11 所以以这样子的计算来讲的话 它一年至少要收购2个亿的工业资产 所以这是一个我非常期待的事情啦 如果管理层真的按照这个方程式去走的话呢 其实它整体的组合会有很大的改变 当然那个改变是往好的方向的改变 OK 讲了它这么多的优势 这样子它的风险在哪里呢 我们看一下啊 Gerny Plaza OK 目前这个资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在疫情造成了一点的下跌 现在已经回到不错的位置 East Coast Mall OK 这个Mall 虽然讲比较小了点 不过在它所在的城市 那个已经是最大的Mall了 So 它会有一个龙头位置的保护 So 目前也是没有问题 而真正最大的问题就是 Sung Wai Wang Plaza 我们看到它的出租率真的是非常糟糕 哪怕是疫情过后呢 其实它的恢复也是很慢的 相信有去过这三个Mall的朋友都知道啦 它竞争不够周围的Mall 因为它太过老旧了 所以这方面是它的劣势 也是因为这三个Mall 导致到我长期是不大喜欢GLMT的 OK So 我就做了一个计算啦 它的问题资产啦 也就是那三个资产啦 加起来哦 那个Excess是15.8亿 占据了32%的总资产比例 OK 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了啦 因为我这算了 Queen's Play Mall买进去过后 的一个资产比例 所以如果Queen's Play Mall没有进来的话呢 这些问题资产占据了40多个% 因此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优势了嘛 只要它收购越来越多的优质资产 这样子问题资产的比例就会越来越小 也就是讲耶 CRMT必须大量去收购那些好的资产啦 才能抵消掉问题资产带来的问题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 因为我认为啦 CRMT是不可能卖掉这些资产的 所以它会长期去收着 把你要它去转变短期内 变成是一个很赚钱的资产 我认为可能性也是非常的低 所以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 我跑得过快 我收购更多好的资产 这样子 问题资产的比例就越来越低 我做个比喻啦 如果整体CRMT的资产来到100亿 而问题资产只有15.8亿 这样整体的比例就降到15.8%了 自然而然 它会慢慢的变成是一个比较好的产坡 OK so 当然它最大的关注点是它的股息率 因为在疫情前 也就是2019年啦 它可以派到6分2 OK 也就是讲 如果现在那些Mall能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再加上它又收购了QuestwayMall啦 我认为它派回6分2的可能性是有在的 如果你以现在股价去计算 它的股息率高达到12.13% 也就是开头我们研究到的东西啦 说大家要认为有可能嘛 如果大家觉得有可能的话 可以在底下评论666让我知道 OK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啦 如果你要关注XLMT Mall 你要怎样做 首先 关注它目前的资产 能不能回到疫情的水平 如果能回到 它就可以派6分25的股息 这样自然而然 你就会享受到双位数股息了 OK so 如果你认为它很难回到完全水平 这样子我们就要关注QuestwayMall收购后的收益率 因为如果它的收益率像它讲的这样这么高的话呢 其实你还是很有可能会达到双位数股息 第三点 我们要长期关注XLMT有没有去收购工业资产啦 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虽然讲问题资产的比例 已经降到32% 不过它还是占据了三分之一 所以如果能够有更多好的资产加进来 这样自然而然 CRMT就会越来越好 第四点 也是我认为 很多投资者需要去关注的 CRMT它本身的收入率可能会比较高一点 but它是风险偏高的惨破 也就讲 如果你去投资它 你必须要知道 它的风险是有在的 所以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 可以在底下评论666 然后也可以关注本频道 来支持本频道 创作更好的内容 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 我们下期见